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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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何謂來的假之說 對不對 而且還會引用標題說四塊賣1080 這根本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就當然也不知道他那個四塊怎麼算出來 對 我也想請問那個那家媒體跟他們 就是說他們怎麼去計算出四塊這個東西 而且我是一整盒裡面有30支賣1080 一支出下來 你不要去算整盒的包裝 甚至裡面的一首新歌 USB的新歌 裡面的一本 精美的一個 逆領域記錄做得很漂亮 他進盟拍照 錄歌 相鑽的那個USB 然後精美禮盒 賣1080 很多人都說 哇這個太超值了 其實跟市面上的價值是一樣 而且我們的劑量 還比別人牌子的劑量 別人可能6000 我們做到1萬 1萬的劑量 反正更 更精緻做得更好 可是 所以不知道 所以大家會把標題 就什麼四塊 1080 暴力 我覺得這個是 標題的 不對那我也沒回應 那我發現 怎麼越來越多這種訊息 我覺得不對 對那該是出來說話的時候 然後後來 這事情 欸 又 我又回來回應 回應之後 鬧出來 這事情更大 工商局啊 各單單位都來檢查 也都 合乎一切的正常法規啊 流程啊 也都很好啊 對 我覺得像我現在 今年開始我也講了 我說我要用一個全新的 看法來面對這個 全線影音生態 因為它跟以前不一樣 嗯 現在會有很多 因為現在的 傳播的速度太快了 嗯 不管對與錯 我覺得 只要有錯的 你就要勇敢的說出來 你不能 再沉默 你沉默人家認為你是默認 你真的有這一回事 而且甚至很多媒體就開始 跟著報導 因為現在大家要的是 點擊率 事件 新聞點 標題 那 或許 在這一行裡面就是 你要把你的 有該是時候 尤其現在這個時候 你不對 你就是要勇敢表達出來 去講出來 你這樣站得住腳 對 而不是一而再再而再 被人家評論 攻擊 對 因為或許有很多人 也是想要這種心態啊 他覺得這也是一種 炒作的方式啊 那我覺得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那 甚至在這當中 也有去質疑我的賽車 也有去質疑我的獎項 但是我覺得 這些我就不會去理他 因為我這麼多年來 賽車 難不成我賽車這些都假的嗎 然後 哪些假是假的嗎 這些成績 其實 這麼多年來 大家跟我都是有目共睹 一起在成長的 所以 對我的質疑 我不會去 不會去在乎 對 我反而 反而會讓 我的歌迷們更 更 團結 甚至有看到一些微博說 啊 我看到你 一直被黑 反而我再仔細看你的 過去的一些東西 反而我更喜歡你 很多藝人 都經歷過這一關 嗯 不管是謝娜也好 你看像謝娜 她也第一個 她也跳出來挺身而出 她說她跟 呃 她也經歷過這一段 被黑得很慘 大家不被看好他們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是 但最終他們 也證實他們的 的 的那個 然後 有些藝人也是嘛 當你站在那個位子的時候 勢必 會遭受到很多的一些 攻擊 像是 范冰冰也是 也是一樣 其實很多 很多都是 那我覺得 尤其是在我 我覺得 我並不會 被這些所打倒 因為 我在這一行業 不是剛剛入行 沒錯 我經歷過 我都敢去賽車 我都敢去 經歷過這種 生與死 我會去在乎這些 這些留言嘛 這些東西 甚至 我在自己的人生 紅也橫過 低潮也低潮過 我就 山山下下也這麼多事 我自己也都說 這應該算是我事業的 第三 第三 算嗎 應該算 一開始第一出道 再來就是 絕代壯教 在那一個階段戲劇 你看絕代壯教那麼紅 段譽各方面 放羊的星星 一路過來 然後現在又 又再第三 人生能有幾次 這樣的一個高潮 其實在演藝圈真的是 蠻難的事情 所以 所以 我自己 其實也平常心吧 我自己也平常心去看待 現在 這一切 就是十幾歲的事情 你 你 本身的 這個人品 性格 你萬一 將來 那麼多人在看 走到路上 大家最好不要看我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就好 其實我是這樣的 並不是 可是站在舞台上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現在來 是